很高興看到所有的校長來到我們的現場 30位來自台灣北中南東的校長 齊聚花蓮靜思堂 參加2020慈濟教育人文校長營 將用3天的時間深度認識慈濟人文品格教育 怎麼樣的在慈濟的大愛國際裡面 能夠成就別人也成長自己 只要微塵落得到的地方 希望有大愛種子 祝福大家慧念成長 福慧雙修 睽違七年再次舉辦 促成這次活動的其中一人 就是當年921希望工程學校的校長黃世忠 20年前他鼓起勇氣 懇請正言上人協助新社國小重建 這段緣分讓他始終趕快欲興 我一直覺得新的校長獲取之秀 應該瞭解慈濟這一份長情大愛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多瞭解慈濟 認同慈濟 起勢來參加這樣的營隊的校長們 回去就像一個種子一樣 能夠生根發芽 然後開發結果 營隊中還有剪載希望工程 以及第一次到花蓮初次認識慈濟的校長 期待瞭解慈濟在台灣與國際間對教育的耕耘後 能夠激盪出更多火花 帶給孩子豐沛的資糧 大愛新聞 縣商務國家劉洪志 換臉報導